全国布农族运动会经过三天的激烈拼战 并幕式是由高雄市纳玛夏区长孔贤杰 把会期交给下一届的主办单位 也就是花莲县的卓西乡 由卓西乡公所秘书林万金接下大会旗帜 全国布农族运动会经过三天激烈的拼战 并幕式由高雄市纳玛夏区长孔贤杰 将会期交给下一届的主办单位花莲县卓西乡 由乡公所秘书林万金接下大会旗帜 也欢迎全国布农族人明年114年卓西见 卓西乡公所特别安排神秘嘉宾 现英雄歌手欢唱布农歌曲 在欢乐的气氛下宣告明年相聚在卓西乡 大家也都手牵着手在操场上围着圈环场 那么下期为我们这样的服务 为我们这样的接待 非常地这样子在严满顺利成功了 但是这样的热情 这样对布农族的热爱 我们要把这样的热情带到明年 所以我诚实地邀请各位 明年由我们卓西乡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全国设计 布农族运动会 欢迎大家丽领卓西乡 我们加载欢迎你们 在全国布运赛事当中 来自高雄 台东 花莲以及南投 总共四个县市 九个行政区 超过五千位的布农族选手 在历经三天的热血竞赛后 都能带着荣耀回到家乡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